应香港特区政府的需要 由内地支援香港抗疫工作 专班派遣的第二批 内地远港抗疫医疗防疫工作队 今天抵达香港展开工作 全力配合特区政府开展相关工作 第二批内地远港抗疫医疗防疫工作队 包括核酸采样队和医疗专家组 共114人 其中医疗专家主要将与香港临床医疗专家 分享内地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经验 随着广州至香港的水上生鲜应急保障通道开通 首批三吨菜心 今天凌晨抵达香港油马地珠江一号码头 香港菜市场的蔬菜价格近日逐步回调 各类物资的供应量渐趋稳定 前一段时间都供应不及了 现在就好很多了 因为价钱都落了来少少了 没有前一段时间那么高 我们每天都有四五十班的船舶和珠山国的码头 开来香港的 我们的运力是可以根据市场的需要去做调整的 是满足到这个需求的 两所内地援建设区隔离治疗设施项目 今日开工建设 预计将为香港提供约9500个隔离单位 有了中央的支援 政府和市民就更加要做好抗疫的工作 感谢国家和内地同胞对香港的支持和关怀 现在最重要的是全港的市民 在国家的强大支援底下团结一致 积极地应对疫情带来的挑战 是令香港各方面都可以尽早回复正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